哈囉我是演詩 大家好我是嘟嘟 我在開直播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問我同樣一個問題 然後我也覺得 怎麼會有這個問題 我覺得很莫名其妙 是什麼問題 什麼時候要生小孩 不是就是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問 我跟嘟嘟是不是離婚了 我真的是覺得百事不得奇蹟 我每次開直播的時候 有些人是專門私訊我 問我 欸 你們已經離婚了 你跟嘟嘟還在一起嗎 請問一下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應該是我去上小姐不惜地的時候 妳去上節目 對去上小姐不惜地的時候 有常常在聊 可能豬隊友啊 或者是勞工是巨嬰啊 什麼之類的這種主題的時候 我有去 其實因為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們兩個剛好歷經了就是 應該是婚後以來 感情最不好的 今年年初的時候 今年年初去年年底的時候 是我們兩個感情最不好的時候 反而還不是我那時候生病 那時候不是 生病的時候 反而我們兩個感情還算不錯 這個我語帶保留 我待會聊 剛好那時候也是 我去參加小姐不惜地 對 的時期 嗯 所以那時候就會常 我其實我 就是一個不太能演的人 我那時候 感情狀態怎麼樣 我就會直接跟大家分享 嗯 所以我就會說 欸其實那時候 兩個人就各做各的事情啊 也沒有 對啊 我就會在節目上講 OK 但是是 我覺得其實裡面是有一些效果 或者是 新聞媒體在下標題的時候 會說我們其實就是離婚什麼的 但其實我覺得大家誤會 是誤會在說 S姐在節目上問我說 欸你前夫呢 所以大家才會覺得 其實我們離婚了 可是事實上 那是因為我們今天年初 在嘗試修復我們兩個的感情的時候 有玩了一個角色扮演的遊戲 所以那時候 我其實不是他老婆 他其實不是我老公 我們是剛認識的朋友 對 其實 所以S姐才會說 欸那是你前夫什麼 所以因為那時候已經沒有這個 老公這個對象 了解 所以如果 很多人誤會我們離婚的話 正確來講是要怪S姐嗎 正確來講要怪他們沒有 每一集都看S姐不行地 喔~~很會很會 沒有掉入了陷阱 厲害了厲害了 當作直播的時候 好像也是蠻多人在問這一題的 就是 我們那個遊戲還有在進行嗎 然後進行的效果感覺如何 其實他就是 一種角色扮演 就是來自於說 因為畢竟你知道 兩個人在一起這麼久了 然後也 真的 柴米油原醬醋茶 很膩 你膩 折 嗎 我都沒有講 我又沒有講 幹嘛 你膩了嗎 我又沒講 欸我又不是我講了 欸 我是說 就是 你 不是 不是 每天都是柴米油原醬醋茶嘛 那難免就是可能 在一起香醋酒也會 比較沒有那麼沒有新鮮感 你 沒有那麼新鮮感啦 好囉 好 好囉 比較那麼沒有新鮮感 然後那時候就 有想到 一些 方式這樣子 因為就看那個摩登家庭吧 那它裡面的話呢 就是 那個男女主角呢 就是有時候就是會玩這樣子的遊戲 在 在情人節的時候 就是假裝說 欸 在酒吧一面然後互作不認識 然後假裝在那邊 艷遇這樣子 對 那我其實就是學習了這個橋段 然後所以說來做了這個遊戲 那當時候的話 我們就是 是一個什麼樣的身分啊 那時候是我 是你認 剛認識不久的女生 然後 就帶回家了 我來你家玩 本來不打算睡你 睡你家 然後我們就一起吃東西啊 看電視 看一看就 就 睡著了 但睡著是睡沙發 沒有睡床喔 還 隔的還是有一點點嘛 對就是我們 沙發是L型的嘛 是聖節睡著 我睡著 然後你還會幫我拿被子 對 會幫我拿水 就是對我超級無敵 有夠體貼 然後如果你要去洗澡的話 我還要幫你拿 就是我的大的這種T恤 對對對 對 因為就好像就是 一般真的女生 因為這就不是我家 對一般女生 然後會去男生家 然後過夜的時候 會發生的事情 我就穿你的T恤 然後你還拿了一個 新的浴巾 跟飯店的那種 牙刷 給我 對 其實事實上 這是我家 也算我家吧 但是我不能碰 這裡 除了曾聖節先生以外的 任何的東西 我都不能動 我就當那些是你姊姊的 你媽媽的 對 我都不能動 所以他就拿了全新的 他的T恤 跟他的家 那種打球的球褲 還有 牙刷 跟 浴巾 給我 然後你還跟我介紹 沐浴乳在這裡 洗髮 吃頭髮 可以用這個 吹風機在這裡 對 所以換言之 這就是一個那種 好像 回到一剛開始認識的 那樣子的角色扮演的 狀態吧 那 當下我們在 玩這個角色扮演的時候 你覺得 你的感覺是什麼 我覺得 哇靠 你也太認真了吧 因為其實那時候 我們兩個感情真的是 超級不好 然後 兩個大 真的很 我覺得這個快要離婚了 然後我們兩個就 你就說好 反正 都有可能狀態真的不好了 不讓我們在最後 試一把 好不好 嗯 然後我說 好 嗯 而且他也很誠懇 然後我們就打勾勾 打完勾勾之後 就是一秒 轉換那個模式 我想說 哇 這麼認真是不是 我想說好 反正你都這麼入戲 那我也入戲 我也很入戲的 配合你 所以 你當下的感受是什麼 就是覺得你很入戲啊 喔 主要是我很入戲 所以你在配合我 對啊 喔 所以你沒有享受你在裡面 有 其實後來就是大概兩三個小時之後 就覺得 欸 其實這種感覺好特別 有一種真的 彷彿我回到了 七年前我們剛認識的時候的樣子 嗯 有點像可能曖昧階段 或者是戀愛階段嗎 對 因為你看我的眼神 完全是超級曖昧的眼神 那個桃花 那個我殘 全部都出來耶 這平常他根本就不會給我 因為不用 講了之後你現在就有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笑的時候就是這樣 你們可以 就是他平常看我說 喔老婆 老婆 然後跟那時候 角色扮演的時候 他是 嘟嘟 你今天晚上想吃什麼 嗯 哇 OK 好 那其實 就變放火了是不是 不是 不是啦 放火是另外一種啦 哈哈哈 對對對 我好像模仿他 因為模仿不起來了 有點忘記了 但我當下的話 是有一種戀愛的感覺 但是也覺得也蠻累的啦 因為就覺得好像蠻ㄍㄍㄧㄧㄝㄍㄧㄧㄚ 因為就不能在外面放屁啊 然後也不能夠就是隨心所愈的 就穿一個內褲 然後就是在家裡面走下去這樣 對 我們角色扮演的時候 是蠻認真的喔 超級認真的 他就在家裡就穿的就是T恤跟短褲 可是平常老公的狀態的時候 是只穿一件內褲 甚至不穿喔 對 那 那你觉得在这个游戏过后 真的有帮助到我们的这段可能感情吗 当然有啊 你不觉得我们因为那一个角色扮演 我们的婚姻完全七死回生吗 我当然知道啊 我这一次录节目嘛 所以我当然要问你啊 讲的好像就是 怎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是 没有 那你觉得我们有因为这个七死回生吗 我们的婚姻 你终于想到要问我问题了 我就想说全部都你在讲 你觉得我们两个的婚姻 有因为这个角色扮演七死回生吗 我觉得有耶 我觉得因为你刚好还蛮吃这一套的 因为你就很在意说 有没有恋爱的氛围 恋爱的感觉什么 可是对于某一些男生而言 可能会觉得说 不是啊 我们都已经结婚这么久了 就已经是家人这样的感觉 就是到底要恋爱什么 当你一段婚姻 你就说我跟我老婆就像家人的时候 这段婚姻就差不多完蛋了好不好 真的假的 对啊 你没有坊间网路上那么多 可能明星艺人在讲说 他在官宣他跟谁谁谁结婚的时候 是不是说我 我们就决定分开了 但我们还是一家人 感情就像家人一样的感情 因为就没有激情了啊 那就有点像是 我就跟我姐姐跟我哥哥住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了 已经没有恋爱感了 了解 所以你觉得婚姻的相处 一定要有激情 如果没有激情的话就不叫婚姻了 不是 应该说大部分24小时一整个礼拜 你大部分的时间可以是平平稳稳的 柴米油盐酱素茶 可是我觉得可能一周 可能还是要一天或是一两个moment是 夫妻的那种激情的time 我指的激情火花不是指线在床上那一种 不是那么局限的 而是要有一种约会的感觉 有点像是我们两个刚初期在一起交往的时候 很常去吃中和一家意大利面 我们没有交往 我们没有交往 我们没有什么交往 就是那几天嘛 没有啦 那一段 那一小段时间 应该说我们刚刚刚在一起的时间 初期的时候我们很常去吃一间意大利面 或是干拌面 我就觉得我们其实可以回到那个时候 去吃那个我们很喜欢的面 回忆一下当初那个在一起的激情跟感觉 OK 所以你觉得是这个游戏某种程度 间接或直接的帮助了我们的婚姻 或感情起始回生吗 我觉得有 OK 那你觉得占比很大吗 我觉得有 占比大概多少 如果100%的话 100%是哪个 我觉得70% 70%有到这么夸张吗 我觉得65%角色扮演有帮助到 剩下的35%是我感受到 这个男人真的有想要 Restart 重新开始 然后还想要挽回这段婚姻的感觉 哦 因为其实圣洁在我们的婚姻里面 他一直都是那种比较 哦 那如果真的是缘分到了 那就分开吧 如果我跟你说我们离婚吧 你就是说好的那种 可是我没有想到那时候 真的差不多快要就是在讨论离婚这一part的时候 你却跟我说老婆觉得我们还可以再努力最后一次 嗯 因为你真的就是说 说理就理的那种感觉啊 对了解 所以我也很讶异 那时候会给我这个提出这个建议 为什么 就是一个idea 你不会觉得那就分开就好了吗 为什么还要 我的角度自知之中都还是觉得 无论是分开还是在一起 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就我觉得不会有坏的事情 就像我上一集的时候讲说 忧郁症可能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 就对我 因为我的观念的话可能会觉得 有一好必有一坏 有一坏比有一好 所以如果你拿掉了什么 就必定会得到些什么 然后如果你得到些什么 必来失去些什么东西 嗯 对所以我会有这种感觉 那想说再试一下 其实也是认真是觉得说 其实 我在想一下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想的 因为可能这些年吧 我就是 也很少跟女生来往 然后又觉得 我有可能找不到 那么就是 那么适合的伴侣 对所以 就有一点觉得说 好像被你制约了 被我制约了 我好像有被制约的感觉 有吗 有有有 因为你男生朋友很多 可是我女生朋友 你真的是 你应该算不出来 就是一只手都算不出来那种 我的女生朋友 娃娃 嗯 滴妹啊 嗯 但你觉得我跟她们有任何一点点 一丝丝的暧昧吗 娃娃 嗯 有没有暧昧 没有暧昧 你干嘛就是这个表情 没有吧 是她跟我暧昧好不好 你会觉得如果我们两个分开的话 你应该是很难再找到适合的伴侣 但是我马上立马跟别人 转头跟别人结婚 是意思吗 你要这样讲也可以 就是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对 但我会觉得我好像 没行情了 没行情吗 我觉得不是耶 我不是没行情耶 我觉得你误会 应该这样讲 我会觉得其实 七年是一个 那时候算是六年多啦 对 六年多其实算是一个 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从来这辈子也没有跟任何人交往过这么久 我也是 然后我们之前都付出了这么多 有点沉默成本效应 你知道就是我觉得 我已经付出这么多了 我已经改变了这么多了 然后也磨合了这么多次 炒了这么多的架 我不想要白费 如果一切要重合再来一次 再来另外一个女生 我觉得 我很有可能不会结婚了 我很有可能不会结婚 我觉得如果要重合再来 经历过这么多的东西 炒这么多的架 然后磨合的东西 我有可能不要了 对 贪贪恋爱我觉得就算了 就是但是是那种 贪贪恋爱 而不是真的要稳定的那种 蛤 你 所以 假如你跟我离婚之后 你就要变渣男是不是 贪贪恋爱 如果有可能的话 可能 比较偏向这个方向 但如果你是说 要找一个女生 然后再好好的相处 然后再到结婚的阶段什么的 我觉得太累了 其实我那时候也有觉得 想过这一 part 就是人生能有多少的七年 可以去 譬如说像我那时候是27岁嘛 我再花一个七年 我就34岁 找一个下一个圣洁时 也不一定跟我这么合 下一个也可以找阿滴啊 我是一直在等他啊 然后展龙展瑞也可以考虑啊 他们我都很喜欢耶 我其实是有想过耶 阿滴啊 展龙啊 展瑞啊 就是 反正就是 你就是找看哪个当红 跟谁在一起这样 我哪有找当红跟谁在一起 没有 哪有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也没有很红啊 是吗 对啊 哦也是啦 当时候已经是玩game 有点知名度了 有点知名度啦 你当初还不是因为看我影片 然后对我的印象 是啊 是 是没错 但是 你看你笑笑的很尴尬吧 我还是 你是不是喜欢名人 你是不是想搜集名人 我不是想搜集名人 是 阿滴就是有那种哥哥的感觉 你也知道我就是很喜欢被照顾 我一直都很想要 希望有一个人可以照顾我 嗯 那阿滴就是会给我那种安全感 嗯 对 所以如果年初的时候 我们离婚的话 你会考虑 阿滴吗 这个这个这个对象 你说我会去跟他说我离婚了吗 对 然后就是那种 哥哥我离婚了 可不可以去你家聊聊天 不会 不会哦 所以刚刚讲的名单里面 或是说有哪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人 你觉得 比较会想要跟他讲话 跟他讲话 然后是男生吗 对啊 展睿吧 展睿 展睿跟展融 展睿展睿感觉是很温暖的人 对因为 展睿展睿是我们平常会在 在线上一起打英雄联盟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聊很多 嗯 不是只有哈拉的那种是 因为我跟展睿还会聊到一些 心灵层面的事情 我们又会一起上一些那种 冥想课程 所以 跟他们聊天 比较不像是要请他们来 他们跟我有下一段关系 而是是 跟他们聊天 如果当初真的跟我结束的话 下一个关系 你觉得会是 如果以YouTuber人而言 会是谁啊 你说我单方面吗 单方面啊 但要不然双方面的话 是我希望的单方面吗 对 我要想一下啊 其实我希望单方面是哥哥啦 哦哦是阿滴吗 对 哦你是认真的哦 就是我自己希望 对象可以是像这样子的人 可是我觉得 对啊 我可能也不是哥哥的菜 所以 是哦 哦没有 我不知道啦 你在紧张什么 他在紧张 我只是 我随便问问题 你看到他紧张成这样耶 他说哎我不知道啦 我觉得我单方面真的很喜欢哥哥 但是 能不能在一起那又 那是另外一回事 嗯 你觉得 当阿滴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他心里面怎么想 哎 又是一个迷妹 算 哎我真的不知道 其实以前就是我们结婚这几年 我常常都会说 哦 哥哥是我的菜 嗯 可是直到此时此刻 你问我 我才发现我有这么喜欢他耶 我 我在 哈哈哈 那是因为我现在把影片已经藏起来了 不然的话你们去看那个什么 那个策黄那集啊还是其他集 你们会发现我一直以来 我非常强调我老婆其实就是喜欢阿滴 这 他 这是摆明了你知道吗 他真的很摆明 可是我很明确知道 他就是不会跟我在一起啊 那如果他要呢 你要吗 好 哈哈哈 哎我真的到现在才发现我这么喜欢他 因为我一直以为就是 就是讲讲而已 嗯 可是 你说 哦假如我们真的分开的话 对 对 是阿滴 所以 阿滴 如果哪天要是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不知道好好照顾我老婆 啊 不是 照顾我前妻 嘟嘟 是这样子吗 没有 其实也不一定要是阿滴啊 就是这种人设的我都可以 这种类型 喵喵我也OK啊 哦喵喵也可以 喵喵也是很温暖的男生啊 但如果喵喵的话就要跟你的好姐妹 娃娃一起 就共事一夫你是OK的吗 不会啊 娃娃就跟你在一起啊 所以我们就只是交换而已啊 那如果 到最后是真的是 就是你跟娃娃要共事一夫 喵喵的话你是可以接受的吗 我不知道耶 可能不太行 可能不太行哦 嗯 虽然说 因为你不是还是很常开这种玩笑吗 你说 共事一夫吗 对 其实不不可啊 只是怕喵喵喵累而已啊 哈哈哈哈 喂 你不是还如此 哦 怎么办 我现在好像走心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阿滴耶 你不要 而且我现在超热 你有没有发现我现在脸超红 我真的好热 他其实脸很潮红 但我不确定镜头上面看不看得出来 你的脸色有在潮红吗 欸很热 我流很大量的汗 嗯 但老公你不要太吃醋好不好 那我那我问你哦 就是 你知道好好经营我 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好 经营我们的婚姻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了解 所以是我要努力 我要经营 对 但是老公我还是最喜欢你 来不及了 那我问你哦 如果当时候我们是离开了 就是分开了的话 我跟谁在一起 你会觉得不意外 娃娃 跟娃娃在一起不意外 嗯 他要跟谁 小A吗 哪个小A 小小A 小小A 哦 这名单很新鲜耶 我觉得 可能可以 因为你们在某层面上面 我觉得你们是可能会合的 哦 你不知道小A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他可能会想说 我跟圣姐有合 我问好 我问好 那你觉得如果你跟我分开的话 你觉得你心里有没有名单 我觉得 其实就像我刚刚讲 就是我觉得我平常 私底下真的跟 真的太少 就是你觉得啊 太少跟 跟 就是比如说你跟都督离婚了 你会想要跟谁 跟哪一个女生 跟她分享这些事情 分享哦 嗯 分享 甚至可能会有一些 多一些 哦 如果是我的话 可能 我觉得应该不会主动 特别去约 或者是特别去 讲这样子 但是如果是可能 假设一个朋友聚会 这个聚会里面 也有其他的女性YouTuber 然后刚好聊到这个话题的话 我觉得 比较有可能 所以没有像我这种明确的 对 我这种太明确了 没有 因为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啊 就是如果 我们分开的话 就是我 我一时之间 其实我是真的没有名单 但我觉得你很多名单 我当有很多名单 我就有阿滴 展融段随 但是 三个名单不多 但是他们也不可能 真的跟我在一起啊 他们比较像是 聊天的对象 不太可能跟他们有 下一段关系 拜托 他们都认识你 这样很怪耶 不会耶 只有阿滴会觉得奇怪 展融展融一定不会觉得奇怪 他会觉得说 这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一起 哪一天就是会分开 嗯 就是这是必然的事情 只是什么时候分开而已 是不是很老的时候分开 还是你很年轻的时候分开 对 所以他们又可以跟我在一起 那下一段感情 就是为什么不能够 就是有第一段就会有第二段 但是 会真的觉得很奇怪 是我们在同一个场合的时候 我欠着展融 展融 展融的手 对 然后可能在一个朋友聚会什么 然后我 然后我一个人 然后我这样吃饭的时候 我会觉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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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我们要坐在一起吗 还是不用坐在一起 还是 就是我突然就 诶 诶 诶 我不知道该怎么 这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很难想象 也很难形容 你懂那种感觉吗 对 那如果我分开啊 然后后来我就 结识了另外一个女性 这样 另外一个圣嫂 不知道是 下一个圣嫂 不知道是YouTuber 或不是这样 但是后来 他有在我的影片里面 就是露脸这样子 然后就是 哈喽我先生 哈喽 圣嫂多多 圣嫂bobo 圣嫂啦啦什么的 然后又有下一任的圣嫂 然后 而且真的 真的用了圣嫂这个名字哦 而且她的粉专哦 粉丝专业 真的就取圣嫂bobo 什么圣嫂kiki 圣嫂哒哒哒 是不是 圣嫂apple 对 那你是 你会什么样的感觉 我不会觉得这样啊 真的吗 下一任圣嫂哦 我心里就会想说 圣嫂是我想的名字 诶 然后呢 你在hello哦 所以其实这不叫做没有怎么样 这是内心是有什么样吧 好那如果再找你下一个 也叫 又叫圣嫂 你是ok的吗 圣嫂哦 李圣嫂吗还是 嗯 嫁如 年纪差距有一点 没关系 我就喜欢 就喜欢成熟的这样子 对 然后她也觉得不介意这样 你的下一任丈夫就是李圣嫂 嗯 那这样的话以后 就之前你录的一些影片啊 或者是一些卡片 其实都可以留着 Dear圣嫂 然后是不是说 你是我最爱的老公 或者是 爸爸跟他演用 对啊 很方便耶 对 那个录的影片啊 哈喽 老公 圣嫂 祝你生日快乐 所以你单纯就只是 觉得你没有办法再花一个七年 去跟一个新的对象 再磨合嘛 所以你才选择跟我重新建立关系 我觉得倒也 不能够那么单方面的讲 我觉得每一个决定 还是你真的发现 就到那个时刻 我跟你说 我觉得我们差不多了 然后心里才觉得 OMG 其实我真的 很爱嘟嘟 这个是你要的答案吧 这个是 这个是你要我 你要我讲的答案 对不对 对 没错 就是因为这个时刻 决定的那一刻的时候 我就觉得 你就是我的真命天女 我这辈子 就是没有办法离开你 因为你是真的吗 嗯 真的是真的吗 不要讲我想起来这样子 认真 欸我觉得 不要有压力 没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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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呦 都要拍了 就直接讲啊 就像我刚才也承认 我到刚才那 moment 才发现我这么喜欢 阿迪啊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倾向 像你我刚刚讲的那答案 就是我会觉得 如果还要再跟下一个人 重新建立一个 六年七年的 而且你要想要 而且不一定会成功哦 对搞不好有一个 你磨两年就没了 然后你要再磨个四年 磨四年又没了 对 然后我会觉得 其实有一个 就我之前有听过一个理论 我觉得其实也是 还蛮有道理 他说 如果你遇到 人生的困难的地方的时候 对 然后你都会想着要 逃避 或离开 嗯 或者是 没关系就换下一个就好了 例如说遇到 在工作上遇到困难 你就换下一个工作就好了嘛 就换下一个就好了 就换下一个就好了 对 就长期以来的话 你一直以来 你养成的 习惯就是换下一个就好 对 所以你解决方式的问题 是换下一个 你不是 针对你自己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 你的问题 或什么之间的东西 我们去解决 就那些问题还是在 其实一直都在 你只是逃避而已啊 对对 所以 嗯 我还是觉得 可以重新 审视自己的问题 然后跟我们之间的问题 然后 然后重新建立我们的关系 我觉得还是比较 想要做的东西 可是老实说 我有点 亚裔 我们年初 感情没有那么好 其实没有吵什么架 不是吵架 就是自然而然 两个人好像都 冷冷淡淡的感觉 对就是 其实没有 因为发吵一个超级大架 两个人开始冷战 也没干嘛 就是 日复一日开始好像 渐渐的 比较冷 会吵得很激烈的 代表还有激情 或者是还抱着希望 但是当不 连吵都不想吵的时候 我觉得 是真的 累了 那你那时候有不爱我了吗 还是觉得 如果 如果以现在这个状态 回去看以前的话 我会觉得 可能是有 没那么爱 有没那么矮了 那为什么没那么矮 嗯 被一些 痛苦的事情折磨到 已经有点受不了了 什么痛苦的事情 就可能 过往的一些经验经历啊 然后或者是 吵的那些架 然后无数的那种痛心 或者是沮丧的夜晚 什么的 我觉得 就长期以往的话 会让一个人真的 消磨掉他很多的热情 跟爱 或者什么的 就当这些东西真的 被磨到差不多的时候 我觉得 真的会说不出 我爱你这句话 所以那时候你是说不出啊 我不晓得 但我觉得好像 如果当时候 应该会说不出来 因为会觉得 就是好像 我的那个 爱的那个能量 已经被 耗空了 这样子 那你现在是对我说得出我爱 说得出啦 又想又爱了 对啊 你们男生真的很善变耶 我觉得是状态啦 并不是在讲说 你刚刚是翻白眼是不是 你看 我觉得是状态啦 人都会有状态好 什么不好的时候 那我记得 我那时候身边 还有一些朋友就说 你要想 你要离的话 就要赶快离哦 因为你们两个 也不要再继续浪费彼此的时间 你现在也要27 又要28岁 女生是越老越不值钱 你看圣洁他跟你离婚之后 他还黄金单身汉一个呢 又会赚钱 又很努力 你不可以看着我脸说努力 你要说 原本看着脸是 不要说 啊又长得帅 或什么的 就跟你说 他又 又很努力 对啊 就是 你就是一个黄金单身汉 但我就是一个失婚的女生 我有朋友说 还好你们又没有生小孩 两个人 分开才 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不会因为小孩有教育的问题 一直这辈子好像就纠缠不清的那种感觉 哦 所以 但是你那时候有跟我们身边的朋友讲 我们感情不好的事情 我们感情不好 我是有啦 你有吗 就是你有说 我最近可能就去住朋友家 我说我们感情就比较淡 有没有试着想要跟身边的朋友聊聊看 我觉得我或许会提到一点点 但我不太会去讲太细节的东西 或者是我内心的那种很深的感觉 对 因为我觉得男生之间讲这个有时候会有点小尴尬 这样 真的吗 不是就是那种boy style 就是说 啊很烦 我最近跟我女朋友又怎么样啊 你跟老婆拿什么 对啊 就这样 就 对啊 所以说简单 简单题而已啊 就例如说 哦 最近共同 刚 就是 嗯 有点问题 有点问题 就类似是这样 但是不会讲到说我真的觉得我很无助 我很难过 我觉得我很受伤 或什么 不会讲到这些这么detail 啊真的哦 我觉得男生可能比较可以 用简单的方式去 大家讨论这些问题 那女生的话可能就是 我听你 我们一起哭 我们一起喝酒 女生是这样 那男生通常听到效果 那个回音是什么 你知道吗 哦哦哦哦 诶 对啊 下一半的话 还有一 哈哈哈哈哈哈 男生就太直唱字了 就是想说 那个嘛 就是有问题嘛 然后本来就会有问题 哦哦 这个也很正常嘛 对 就是类似这样而已 就不太会继续延伸下去 所以 而且男生我觉得有在害怕 听到这么deep的东西 这么heavy的东西 太deep 就是 就是 诶 Dude Dude 我不想知道你 这么深入的内心世界 就是 我觉得 我们保持一点 距离吧 所以你有跟你上面的朋友说 我跟杜杜有可能要离婚吗 有可能要离婚 好像没有讲过这个 这个东西 但有时候有 有点问题 这样子 嗯 那就是你要 你要再多多改进啊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跟多多的问题 大部分你都是你的问题啊 哦哦哦哦哦 对对对对对 男生然后就跟你这样 就是 我有在小姐不息地上面 去分享我跟圣洁的这段故事 然后也因为有一次 Selena和小姐不息地有宣传 圣洁那天刚好在场 也有就是进来客串了一下 嗯 其实我后来有发现很多人在留言区留言 就是 大家觉得其实我们两个这样 角色扮演这件事情 其实是蛮好的 因为就像 其实像S姐 他就说 如果他跟他老公角色扮演的话 他老公就会 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入戏 嗯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要两个人 都有一点点细菁成分 细菁的角色在里面 所以我 才可以很享受在这个 这个事 这个氛围里面 对所以其实 虽然说大家都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idea 然后 也觉得很有趣 对 然后看到我们就是可能 试验之后可能效果也不错 然后我想要尝试 但是有的时候会玩不太起来 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个是适合 每一个人都可以 拿来 使用的一个方式 因为 两个人当中只要有一个人不入戏 或者是什么的话 可能就玩不太起来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那时候 居然可以玩 蛮长的一段时间 我觉得 我们这两个人都细菁耶 很厉害耶 对 好的 所以呢 最后结论就是 我跟对对是 没有离婚 然后虽然说 在这个 七年的过程当中 一起经历过许多的事情 大大小小 风风雨雨 酸甜苦辣 真的都经历过 有些东西我觉得 就是 诶 怎么会经历的 怎么会经历的来 这样子 没在事啦 好啦 没在事啦 对然后就觉得 呃 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因为跨过了这个坎 之后 让我们两个的关系有变得更 比以前这七年来还要更更更紧密的感觉 我觉得我经历过这件这个角色扮演这件事情之后我心里有更认定我真的觉得我很感谢我这辈子可以遇见你无论是就是我生病的时候你陪伴我还有我们今年年初感情不好的时候你提出了这个起死回生的这个方式一起去改善然后我们一起去做了婚姻諮商就是这个事情是两个人一起努力那你愿意为了我去退让很多然后去改善然后我们一起去做了婚姻諮商就是这个事情是两个人一起努力 去改善我们的婚姻的状态我觉得其实真的很谢谢你我有看见你的努力 我觉得发生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因为我们少一起走过来然后让我们的关系现在变得更紧密你也确实更理解我的需求我也更了解你的需求 然后我们未来还有后几十年要一起走下去 那如果感情再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再角色扮演下次要换一个角色换一个局本希望不要有下次啦但是如果有下次的话就是要换一个角色了解 好也谢谢你啦对啊那好辛苦啦 What我只有礼貌性的谢没有啦好啦我知道所以我们没有离婚对就是没有离婚然后确实有经历过大家小巧的一些东西然后有高有低在今年初也确实有一个婚姻危机 但是目前还是停下来了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发生今年初在那个婚姻危机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是因为在这个婚姻危机之前 那一段时间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都还没有到 虽然已经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七年了喔因为现在很多人真的很多情侣没有办法在一起这么久 可是我觉得我们到七年这么久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好像还是觉得我们没有很稳定 还是有一些东西没有修补好所以会导致我不太敢可能会怕如果突然有小孩的话会不会害到小孩 可是我们现在把这个婚姻危机解除之后我就觉得欸好像该时候可以来生小孩了 就是我也会觉得我们好像比较稳定了 那你觉得我们之间没有很稳定跟你的病有没有关系 有 所以我会觉得说搞不好认真来讲我们其实只相处了两年而已 另外那五年其实是你也在沉睡嘛 然后你也刚好也在这个状态不好 那你状态不好当然我的状态或许也不是那么好 那时候我也很敏感你也不能跟我反应任何事情 因为可能你一跟我讲我就哭我就爆炸什么的 对所以我觉得或许有一个几率跟可能是现在你的病情比较好了 那欸我们真的有一个机会是真的像一个夫妻 一对夫妻或是一对情侣这样子的相处了 我觉得或许是一个可能啦因为这样的机率 那今天的话真的影片也在那边告一段 因为我们那个店已经快没了 对快没店了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